我们还要紧紧的记住 我是一个生命的管家 他将职份托付给我 耶稣将托付交给保罗 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职份交给他 接受了这个职份之后 他是个给主托付的人 有主一个的使命在他生命当中 所以无论入见多少困难 多少人的攻击批评论断 那些人侮辱他攻击他 所以他不是使徒好苦啊 但他是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 因为他领受了从主而来的职份 那保罗有他的职份 请问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一个同样一个人在神那边蒙受一些托付的人 我们不可是一个管家而已 我们拥有的一切不是我们的 是神给我们的 神可以给你 神可以拿走 对不对 弟兄姐妹 神可以随时拿走 神有什么招给你 你想想看今天 神有什么招给你 神有房子招给你 有去车招给你 有财产招给你 还有将你的家招给你 将孩子招给你 将你的事业招给你 还有将你的命招给你 招给我 我们都是承受从神而来的托付 我们要做个忠心的管家 保罗说 因为从主领受了这个托付这个职份 我就不上胆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如果明白我是个管家 是一切神交给我的话 我不但不会夸口 而且我谦卑 而且还忠于所托 主啊 我为你的缘故 治好我所管你的一切 也许不是这么如意 也许你要尽你力量去做 你生意还是 没有什么好转 也许你尽量保护 弄好你的身体 还是生病 不尽如意 但是你尽了你的责任 神啊我已经禁止 看守好你给我的职份 好好 珍视神给你的机会 我好像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这个教堂 二十一二年来 一般同工在一起服侍 而且他美丽同工 要珍视你的同工 珍视你小组的人 珍视你身边的人 也许将来不可能在一起 有天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发现这段时间 很被纪念 虽然有时候 有一点意见 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回头看 都是神让你成长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没有经过这些东西 你不会成长 你回头感谢神 要永远记得 你不过是个管家 神将很多东西交给你 你的财干也交给你 恩赐也交给你 什么都是神交给你 好好去用它 有天回到天父的面前 神会问你是否忠心良善 神交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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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